所以我们猜的不是两个品牌的意外 而是整个行业在成本战备后 安全设计与商业妥协的博弈现状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作为长期关注电源类测试和拆解的评测人 我其实早就对这类便携储能设备潜在的问题做过预判 只是没有想到这次出问题的 会是市场上知名度和销量都不低的品牌 罗马士和安克就在最近两家分别对旗下的热销型号 主动的召回了各种产品 理由虽然各有表述 但核心问题全部都指向了安全隐患 而被召回的这两款产品目前就在我手上 测与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方式 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带大家从结构 电池电路保护等多个层面 系统的拆解分析这两款产品的问题根源 同时我也会借这个契机聊聊很多朋友问过的一个问题 3C认证到底有没有意义 它和我们评估一款充电宝是否安全 有多大的关联 认真评测客观输出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特别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这款安客型号是A1642 安客召回型号里面最多的一款 这个是我在某鱼里面淘的一颗二手 这个外观的话保护的还算是可以的 然后这款是罗马式的 型号是PAC20-272 当然这个是全新的 还没有拆封的 我们直接打开 这两个既然是召回品 我们就没有测试的必要了 我们就直接拆解 首先我们对安客这一款磁吸充电帽 把它拆开 这就是安客的这一个 我们已经把它拆开了 咱们接着拆这一个罗马式的 还有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充电帽拆解有不可顾量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个罗马式我们也把它拆开了 内部的主板都有螺丝进行固定 罗马式这个电池好像底部是没有双面胶的 直接放在上面的 只是平面上 这上面是有泡棉的双面胶 没有散热措施 旁边是青鸽子进行保护 这个NTC热敏电阻 上面没有胶 直接是放在这个上面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胶涂在这里 能够检测到温度 这样的放在里面的话 等于这个NTC热敏电阻 一点作用都没起到 电池通过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 一根Lightning的自带线 一根Type-C的自带线 这就是罗马式的主板 我们待会再做分析 两块聚合物的电池 单块容量 1万毫安 这两块电池就是并联的 并联的话等下就是2万毫安 因为这个充电宝它的输出功率不是很高 9V2A的一个18W的快充 这个做工是非常简陋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安克的这个 这个是无线充电的线圈 麦拉片上面有一个感应贴 应该是感应无线充电用的 电池也是1万毫安的 整体的做工的话 安克这一个确实比罗马式的 相对要好很多 两块主板叠加在一起的 然后壳体的底部 还有纸铜箔进行散热 陶磁线位部一样的是有的 隔热防火的 电池的正极这个地方 还有泡棉进行保护 NTC任命电阻是通过这个白色的散热胶 粘在电池上面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大家看这个电芯 上面写着HY 这笔他们的电芯都是来自安普瑞斯 这是咱们前面拆解视频的 但是这一个罗马式的话 上面是写的RS 咱们就搞不清楚了 这家公司的电池命名的规则这么乱吗 直接剪掉无线充电线圈 这个是安克的主板 这个是罗马式的主板 罗马式的壳体为主燃壳体 安克也是用的主燃的材料 内部这白色的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陶瓷纤维 而不是泡棉 这是主燃的 罗马式除了青壳子和泡棉 没有任何的散热措施 然后我来给大家介绍 这两款主板上面的电路极元器件 罗马式极致压缩下的妥协产物 打开壳子我们就能感受到 这是一款侧头侧尾的压成本的产物 压得几乎没有余地 主功芯片是智容的SW6208 外围配赛星的XB8989M作为电池保护 再加5颗8205A MOS控制5个输出口 看上去功能齐全 但结构上已经压缩到了最低合格线 比如电池热命电阻直接悬空 根本就没有贴在电芯上 完全起不到温控的监控作用 整机也没有任何散热设计 铜箔导热胶不存在的 这种设计你别说通过高强度测试了 就连日常中高负载运行都有可能热失控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款产品本质就是一台价格武器 主打一个低价高参数配置 通过极限精简电路和保护系统来换取出货量 说白了 它不是为长期使用设计的 是为平台热销标签而生的 卷得彻底也卷得危险 安克结构完善 但选择从电信动刀 拆开之后 内部的结构给人第一感觉就是 专业完整甚至还有些克制 主控使用了星海的MSU 加智隆的SW6206 加蓝芯SC5004 三芯架构 协议管理 按键控制 无线磁吸控制 都用到了独立的芯片 甚至壳体内部还贴了大面积的子铜散热箔 这不是低端产品里面能轻易见到的做法 所以安克这款其实是电路卷得很彻底 但作为一个国际品牌 它不能去卷低价 也不能在架构上偷懒 于是它唯一能压缩的地方 就是电芯 它采用了锂电池 并非一线品牌 保护芯片 私印S07EA 保护开工管 用了3312M 整体缺少芯片身份溯源 认证支撑 加上输出口 都是用的8205A配置 也非常的常规 这些都指向了一个现实 未来在电路合规的同时 保住利润率 只能从电芯 及保护电路成本下手 你说它的电路架构不好吗 No 它很规范 你说它安全合格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一旦电芯选行不严格 整个系统的下限就被拉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不稳定或者老化过快的问题 很容易就会反噬品牌的声誉 关于这两款产品 我作为一个职业的车材人 总结一下我的一个观点 一个太省 一个太堵 说到底 这两个产品的造回 看起来方向不同 本质上却是一回事 一个把成本压到 电路安全以下限 一个把风险压保在电芯稳定性上 罗马式是造价导向 安克式利润导向 前者是缺工艺 后者是缺信任 这两种做法 看似不同 最后却碰上了 用户用得多 问题自然显得现实强 所以我们猜的 不是两个品牌的意外 而是整个行业 在成本战备后 安全设计与商业妥协的 博弈现状 视频到这里 我们来聊一聊 这期视频背后的一个关键词 3C认证 也就是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它不是贴在外壳上的 一张小标识 而是国家为了控制产品的 安全风险 专门为电器 电子 电源类产品设立的 安全底线门槛 就像我们今天猜的 这种移动电源类的产品 属于标准中 电源类 加 锂电池类的 交叉范畴 因此需要满足 多个维度的 强制检测要求 电池方面 要经过过冲 过放短路跌落实验等极限状态测试 验证这个电芯 会不会出现起火爆炸的危险 电源电路要通过过压 过流 过温 限功率保护测试 并且要求具备基本的短路断电 恢复逻辑 还有电池兼容方面 要符合EMSC标准 不能对其他设备造成干扰 也不能受周边干扰而失控 外壳结构还需要满足 耐热 阻燃 防跌落冲击 电气间隙 绝缘等结构安全标准 所以 3C认证不仅要求电路设计合理 更要求原器件选行靠谱 热设计可控 整体保护 闭环清晰 这些指标 对于真正认真做产品的厂家来说 意味着成本 测试周期 返修率 都是硬挑战 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产品会选择通过代理认证 或者挂靠认证来避归这些成本 你在包装上能看到3C标识 证书编号也许你有 但你一查 CQC官网上压根没有记录 这种纸面合规 实质是真的做法 其实已经成为行业内的灰色地带 表面看是合格品 实测连最基本的安全电路都缺失 所以在实际选购时 我建议大家 优先选择能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官网 能够查到证书的产品 查不到的话 可以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进一步对比备案信息 如果两个官方通道都查不到的话 我建议大家直接搜集这款产品 毕竟一款移动电源 你每天贴身使用 随身携带 它的电池质量 电路可靠性 热保护能力 不光决定你手机冲得快不快 更关心你 行李箱会不会冒烟 你枕边会不会过热失控 回头看今天拆解的这两款召回产品 罗马市走的是电路极简路线 保护和热控系统近乎挂空档 而安克虽然电路设计很规整 甚至还贴了子铜散热箔 但最终还是在电信上压了成本 赌了稳定性 3C不能保证产品绝对没有问题 但它确实能挡住一批 做得太随便的产品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贴纸 得把它当成产品 能否安全使用的 第一道检验门槛 拆是为了看得清 平是为了讲得透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助大家重新理解 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全合格 也希望你在下一次选择充电宝的时候 更能有判断力 我是李火车拆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拆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